你就会发觉保力加通道的红色最高是16494 最低是10026 除2就是大概3000点左右 其实3000点除中逐就是13000多点 就是差不多两成左右的阔度 就是上面两成 下面两成 所以其实美股现在的波幅是比较夸张的 你如果按回恒生指数 就是待会如果Cherry按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恒生指数的同样的保力加通道 月线图24和2这个设定 你会看到它的阔度只是大概5000点左右 就是比纳指更小 但恒生指数的基数是20000点 但纳指的基数是13000多点 你就会看到这幅图 它有一个保力加通道顶部是30200多点 保力加通道底部是20200多点 就是上下5000点而已 但是基数是20200多点 所以你会看到其实现在港股 每天的波幅甚至隔日的波幅 是比美股小很多 就是因为美股的 保力加通道的阔道 阔道的阔道实际太大了 所以大家如果去炒的时候 去炒美股的时候 你真的要减低主码 因为你的波幅和阔道大 当然可以代表你发达的机会是很高的 但反过来就是你中招的机会也很高 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过分杠杆去做美国 例如我刚才说美国以月线图来计 差不多到两个平均线 差不多很便宜了 我都是在说一个三到五个月底部的情况 不是说一碰到那条线很神奇就会弹上来 技术分析没有这些那么神奇的东西 只不过是告诉你 已经去到一个统计学上比较極的价值了 你是一个95%难得的机会去买货 但不代表你买完立即赚钱的 你都要预计了三四五个月的时间 可能在下面底部会慢慢形成 还有就是一个基调 一开波降的基调 在QT中 你不是一下子好像以前那样 一碰到保力加通道两个平均线 第二个月就弹然后就直升 这个是QE的玩法 QT的时候你预计了它碰到底部 第二个月可能抽一抽 之后又再碰到底部 连续几个月都是这样玩 所以如果你去美国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重点 刚才那个保力加通道看到什么 那个平均线很高 所以你下的注码一定要小注 减注 那你要买货的时候 另一样东西就是 你不要想着这个月见底就立即买货 你就要预计了分几个月去买 就是千万不要急分注很紧要 这个就是美国的基调 而港股方面就好一点了 因为其实已经去到一个叫做 相对很便宜的水平 刚才说的保力加通道 其实已经去到负1.8个standard deviation 就是差不多负2了 那你会见到现在的图 港股比起刚才纳志 那支阳竹 即阴竹其实是比较贴近 红色线的底部 所以其实港股离开底部 我自己会觉得 就相对近个美股一些 但是都是同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港股也不能说独善其身 就算我很便宜也好 始终现在不是QE 就不是说今个月便宜之后 下个月就立即打5,000点 大家很开心 就难一点的 所以都是那句 你预计港股便宜 它倾向就会在这些水平 但是美股可能还要 在这些水平 继续向一万点去做 但是这个都不是说今天明天 我仍然觉得这个月 可能波幅都未必会 突然间扩大了 可能都要留待6月份 再玩这件事 所以大家在美股 打算看底部的时候 就可以考虑一下 用这个方法 去留意着 之后几个月到底 会不会碰到这条线